5G AI这几年蓬勃发展 相关上机在2025年会达到4.3兆美金 出积系大厂Intel也有布局打造日本的COE中心 而这间COE中心更是在去年10月才建设改装完成 我们成为全球第一家媒体现场之机 日本核心资料中心以往视为最高机密 电视台收度公开 不是日本权威媒体 而是台湾的三立独家 一进门满满的5G AI应用方案 看似平方无奇的视讯镜头 是台景深摄影机 透过高速运算可以形成3D虚拟荧幕 只要在空中笔画 无需实际接触成为克制疫情的大帮手 每项科技都能实际应用 5G机器人可以协助探勘跟救災 镜头配合AI辨识人跟文字 广泛运用在自动驾驶 一旁还有运动分析 将原本的2D影像变成3D模型 提升比赛时的判别 而背后的关键在这里 整个COE的核心就位在后面的机房 可以看到因为为了要运算降温 所以环境非常的吵杂 而且台湾的厂商鸿海跟神通 都有跟他们合作 机房内每个运算机台 从更换风扇到增添CPU数量 都能配合需求克制化 台厂不管是零件还是技术 都有参与其中 电脑品牌华硕 也看好市场 联手电信商成立5G AI实验室 目标打造成台湾另一座新护国神山 二代工厂广达旗下云达 桃园总部打造5G生态系合作基地 台湾厂商卡位商机 洗手国际巨拨 共创无限可能 战选许志雄方祥 在日本东京的采访报导